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时候院子里有一个邻居 他家有一台相机 第一次要做就是照相机 是这样接触的 前面有摄影这个概念 就是拍照 真正的摄影还是从退休以后 等于50岁的时候 才真正真正接触摄影 在网上看见别人摄影作品 心底下子从小的那种感觉就上来了 就去买了一家这个蛋白相机 一发不口收拾 甲状腺癌打量切掉了 得了一阵 这一眼开刀一个星期 就忍不住一个人看着商家 跑到植物园去拍照片去 里面有很多苦 很多不堪 但是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 慢慢地从消极的这种生活状态 开始越来越阳光 他们看我的影展以后留言 就说他们回去要叫爸爸妈妈向我学习 要跟我一样去爱生活 这个才是让我感到很自豪的这个地方 摄影让我收获到了那种被人认可的那种满足感 那种自豪感 存在感 还有安全感 我对自己图影拍得越来越满意 对自己也越来越满意 我觉得自己是漂亮的 我对自己图影拍得越来越满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